初代网红郭美美二进攻后再出狱了 曾因高脚炫富 凭一己之力毁掉红十字汇 让网友重新定义干爹称号 后因开设赌场最祸刑五年 出狱后还没一年半 再次因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二进攻 有网友不禁调侃道 郭美美坐牢好像吃了炫卖 简直酒到离谱 就在12号 郭美美和王宝强前经纪人宋哲出狱的消息 刚刚登上热搜 郭美美就已经用上了高达8000元的某国产手机 只能说炫富网红果然名不虚传 想当初郭美美第一次进牢狱 接受采访时 就猖狂放出不缺男人包养的豪言壮语 而她之所以这么有底气 和其家庭背景真的脱不开关系 据传 郭美美的父亲有诈骗前客 母亲则长期经营着喜狱 桑达等休闲姑 她大姨曾因为涉嫌容留他人卖淫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而她大舅则因为贩毒而被判刑 这一大家子没有一个等先之辈 那么 作为网红鼻祖的郭美美自然不能让人小觑 而自从郭美美董事开始 身边所有人就都在告诉她 女孩子有没有文化不重要 只有长得漂亮 才能嫁给有钱人 也正是在这种不良风气下 郭美美的身心被彻底带歪了 2008年 侯乐迪在深圳赛区举办了男人KTV卡拉OK 郭美美凭借着出色的嗓音和优越的外在条件 一举荣获的冠军 就在她想进攻娱乐圈时 却被现实直接打回了原形 于是在2008年到2009年一年的时间 郭美美花钱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进修 之后开始了正式的北漂生活 并承接了一些电视剧小角色 与此同时 她也凭借着郭美美baby的网名在网络上爆火 年仅20岁 就已经开着百万豪车马沙拉蒂到处闲逛 微博上晒出的穿戴 更是渐渐都是昂贵的奢侈品 而这些和所谓的干爸爸脱不开关系 知道郭美美这个名字的人也是很多的 其实不乏那些 我真的不缺那些要包养我也好 或者说想花多少钱跟我睡一觉的人 这个说直话不少 视频中语出惊人的正式炫富网红郭美美 认过干爹 开过赌场 卖过禁药 来钱最快的交易 郭美美一个都不放过 在追求报复的道路上 郭美美一直渴望弯道超车 即使明知下一站将是监狱 他依然猛踩油门 一路飞驰 2011年 在微博上不断炫富的郭美美 再次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因为他的微博认证身份 竟是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这个消息无一在网上掀起了飓风式的浪潮 同时将红会带入了信任危机 可借此名气大增的郭美美 不仅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反而水涨船高 更是在采访时借机炒作自己 声称自己最不缺的就是包养她的人 正所谓 数大招风 在警方的查明调查下 郭美美竟然长期和他人进行性交易 最高时金额达到数十万 而不知收敛的郭美美 也很快将自己的干爹王军送进了监狱中 很快 郭美美再次找到了下家 外籍男友康奈德 一个职业扑克手 凭借着男友的遗迹之长 郭美美和男友开设了赌场 锦煤厂的牟利就高达数十万元 直到2014年7月 北京警方将正在参与赌球的郭美美抓捕归案 而她也对网络赌球供认不讳 在调查过后 竟发现郭美美本身就是一个嗜赌成性的人 她曾先后60次往返于澳门 香港以及周边国家赌博 在狱中 郭美美还交代自己的主要来源是商演 她签约了某演艺公司 公司每年给她安排的商演不下五十场 可在警方核查后却发现 郭美美所谓的商演 竟是接着这个名义从事某种交易 于是 在2015年此案开庭后 郭美美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五年 本以为2019年出狱后 郭美美能重新做人 但她竟然又做下了惊世骇俗的壮举 炫富网红郭美美又又出狱了 曾因开设赌场最祸刑五年 出狱后又因销售有毒害食品在入狱 就连她的助理都吐槽她 为了赚钱猛认干爹 找不同的男的回家 有段时间天天都带不同的男的回来 还问我 还要我帮她计数有多少个 平均每天都换不同 可以说 在这条报复的道路上 郭美美是弯道超车 猛踩油门 一路飞驰啊 2019年7月13日 是郭美美期盼已久的日子 这天 她终于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门 为了继续赚取流量 她声味俱下的八十频道歉 并且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自己非常懊悔 此时的她 再也没有了监狱中 说出有的是人想要包养我的猖狂 可能为了迎接崭新的自己 郭美美还特意进行了整容 想要改头换面 可容貌变了 心却没变 出狱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她就再次被警方逮捕了 罪名则是销售含有 违禁成分的减肥药 原来 出狱后的郭美美为了继续挣大钱 做起了微伤 销售减肥糖 而这糖里不仅有国家明令 禁止添加的违禁成分 这种成分还是有毒有害的 非食品原料 食用者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严重的则会脑中风甚至死亡 最终 在2021年 上海某法院对郭美美 已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判处了两年六个月 并罚款二十万元 而再看郭美美的走红之路 根本不是一条正当 而是入了歧途的歪门邪道 如今 郭美美二进攻后再次出狱 也不知道是否能够再次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千万别真应了网友的那句 坐牢像吃了血脉 酒到离谱 这么常 所快开 他们 谢谢大家